两人通过地下通道将尸体运送到馅饼店 然后做成新鲜出炉热腾腾的肉饼卖出 不但能够节省购买肉饼开销 更能够达到毁尸灭迹的目的 真是一举两得 这两个毫无怜悯之心的人渣 合作的是天衣无缝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木心斋 我是木心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喜欢的男演员 主演的一部电影的故事 当然这个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 电影的名字叫做理发师陶德 这部影片改变自百老汇舞台剧疯狂理发师 而最早将陶德这一人物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呢 是1846年由托马斯帕吉特出版的小说 珍珠项链一个浪漫的故事 这本书自问世以后呀迅速走红 杀人魔陶德的形象很快根植人心 其后关于他的作品不断的涌现 时至今日呢白老汇仍在上演有关理发师陶德的歌剧 很多人认为啊陶德的故事只是都市传说 事实上他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在其身要发生的故事啊 一如电影或者歌剧中演绎的那样 让人毛骨悚然 1756年10月26日 一个名叫陶德的小男孩 出生在伦敦东部的什皮塔菲尔德斯 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热衷于家暴的酒鬼 母亲是个纺织工 常年受丈夫的摧残 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啊 来照顾幼小的陶德 这样的家庭使得陶德在童年时期 心里就有了阴影 在他12岁那年 酒鬼父亲与可怜的母亲被发现啊 双双冻死在路边 使得本来就内向的陶德顿时成了一个孤儿 于是他只能投身在一位 专精于制作剃刀的工匠门下为徒 虽然没有工钱啊 但是管吃管喝不至于挨饿 小陶德性格阴啊 又无人进行教育 于是经常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 按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啊 就是这孩子看起来老实 实际上蔫坏 于是14岁那年啊 陶德因为偷了顾客的手表 而被关入了监狱中 他在狱中呢 经常遭受到其他囚犯的欺负 并且遭受到了性侵 这使他本来就有些畸形的心理越发变态 在狱中被关了五年的陶德呀 因其懂得维修剃刀 而被监狱中的理发师选为了助手 负责给那些囚犯呀剃头刮护须 这也成为啊 他日后赖以为生的手艺 自从他当了监狱理发师后啊 那些昔日欺负他的囚犯 就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生怕他手中那把锋利的剃刀 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19岁那年 陶德出狱 他先后在几家理发店打工 由于在监狱里 有着五年的理发经验呀 所以陶德凭借着精湛的手艺 收获了许多顾客 很快他赚得了人生的低筒金 他用攒来的钱呢 在海德公园附近 开办了一家自己的理发馆 从此之后呢 陶德再也不用给别人打工了 他当上老板走上了人生巅峰 也就在陶德的这家理发馆内啊 开始了自己的杀戮生涯 第一个被他杀死的是 一个令人厌恶的胖子 那个胖子啊 躺在舒适的椅子上呼呼大睡 呼噜声啊使陶德心烦 于是他用剃刀割断了 这个胖子的喉咙 让他永远也不会再发出声音了 尸体被陶德用剃刀切碎 然后丢入了河中喂鱼 骨头和脏气呢 也随意的丢到了排水渠中 成为了那些猫猫狗狗的美食 胖子的死啊 丝毫没有引起到人们的注意 如同世界上 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一般 这让陶德感到很意外 也很开心 后来他又相继杀了两个人 杀人的快感让陶德兴奋不已 他渐渐呀爱上了这种感觉 当有了更多钱以后 他搬到舰队街 开了一家更大的店 目前这家店呀 仍然存在 成为了旅游景点 陶德利用自己的手艺 神不知鬼不觉的 割破了一个又一个 可人的颈部 并通过特殊设计过 能够移动尸体的椅子 来藏匿被害人 借此达到他嗜血的目的 这段期间呢 陶德认识了 经营馅饼店的寡妇 勒夫特 两人很快发展至情人关系 陶德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告诉了勒夫特 这勒夫特不但没有惊讶 反而是成为他的助手 帮他处理那些尸体 这女人呀 也真是变态至极 要不怎么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臭味相投 于是这两人就开启了 他们的商业帝国 两人通过地下通道 将尸体运送到馅饼店 然后做成新鲜出炉 热腾腾的肉饼卖出 不但能够节省 购买肉饼开销 更能够达到毁尸灭迹的目的 真是一举两得 这两个毫无怜悯之心的人渣 合作的是天衣无缝 这事一干呀 就干了六年之久 想想就害怕 你说六年 这得卖出去多少肉饼啊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 出门理发后就神秘失踪了 终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中国有句古话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呀 杀人成瘾的陶德 在最后一次作案时 不小心看走了眼 将一名单独前来理发的外籍旅客 当成了肥羊 一如既往的手起刀落 轻松隔断了那位旅客的喉咙 谁料受害人的妻子 正在旅社等着丈夫归来 还有一条忠心耿耿的宠物狗 一直守在理发店门口 当陶德将尸体送到 洛福特的馅饼店时 那条忠犬紧随其后 守在馅饼店外不肯离去 见丈夫出门理发迟迟未归 外出寻找丈夫的妻子 发现自家的狗 一直守在馅饼店外 并且怎么拽都不走 这位夫人意识到 丈夫的失踪 可能跟这馅饼店有关系 于是他报了警 警方搜查了馅饼店 意外发现呀 这馅饼店跟陶德的理发店之间 有一条秘密通道 同时也在通道中 找到了大量新旧不一的人类骸骨 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简直就是恶魔 警方顺藤摸瓜 在陶德的理发店中 找出了许多客有姓名的 分属不同人的金表 服饰 戒指 眼镜等物证 已经40多岁的陶德 锒铛入狱 再次回到当年关押他的监狱中 根据他的情人勒夫特提供的证据 陶德在这些年谋杀的顾客 人数达150名之上 这仅仅是他认识陶德后 所知道的数字 在此之前 陶德具体杀了多少人呢 他也不知道 1802年1月25日 46岁的陶德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处于绞刑 又参观过星星的文人 写下笔记 声言陶德穿着绣 金边的马甲和笔直的西裤 头发经过打理 他像一个绅士 带着微笑走到绞刑架前 朝着围观的人们说 欢迎来到陶德理发店 这句话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有人朝他丢至石块 咒骂他下地狱 就像他曾经利用地下通道 运送被害人尸体那样 被吊死后的陶德的遗体 立刻被运往了皇家莱克医院 用他死后仅存的躯体 替人类未来医学 做最后一点贡献 陶德死后 人们将其冠以 最恶名昭彰的 连续杀人犯的头衔 直到多年后 这个称号 才被白教堂区的 开堂手杰克堕下 但理发师陶德这个名字 至今在伦敦 依旧是一个恐怖的代名词 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看过 理发师陶德这部电影 沐昕在讲这一期之前 又去重温了一下 很多情节 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 全片以歌剧的形式 将这个故事娓娓道来 将英国那时的 黑暗冷酷 以及那种无力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 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这一期的沐昕斋 咱们就说到这 记得关注沐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